你看。 我不想我們很清楚知道 其實國安開記者會的時候 肯定我們不回香港的話 他們是無法拘捕我們的 其實這些一百萬賞金 都只不過是門面的東西 但是到最後 在地的朋友、戰友、前同事 會不會因為這個通緝令的舉動 而受到牽連呢? 這個是我自己很擔心的 因為大家都看到在職工盟就算解散之後 特區政府對於公民人士的打壓 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的 一直都有很多前職工盟的核心成員 是被國安警拉去文華 在這個今年的五一勞動節之前 亦都是大舉動地去抓那些公民人士 是回警署去盤問他們 甚至乎一位主要的五一遊行的組織者 亦都是前公民的成員 他是在遊行之前 無端端失蹤四個小時 然後被威脅底下 是要撤銷了那個遊行的申請 這些舉動給我們看到 似乎就是 就算公民解散了之後 特區政府對於公運的打壓 其實都是沒有停下來的 一直給我們看到 似乎就是公運的抗爭 是成為他們其中一個頭部敵人 所以我自己是身在英國 我不會有即時被捕的風險 但是我亦都很感到憂慮 和無奈就是 我在這裡 我是沒有辦法和他們一起 分擔到他們承受的種種壓力和風險 但是我只能夠承諾 我上有一口氣的時候 我都繼續走下去 在外面為香港未能發聲的戰友 繼續去發聲 繼續走這條未完的公運道路 我可能都是慶幸 我以往在英國以至海外 參與一些公眾活動的時候 到現時為止都沒有受到什麼滋擾 或者甚至乎襲擊 但是我亦都會有憂慮 特別在這個通緝令發出之後 很容易就會被界定為一個 即是頭號的襲擊對象 雖然國安警 它不可以來到英國執法 但是這個通緝令 可能產生一種非常劣質的效果 就是鼓動到這些小粉紅 對於海外這些被通緝人士 去進行種種無理的滋擾 令他們感到不安 甚至乎令他們感到受威脅 所以我自己也都要多番提醒 提醒自己在出入不同的場合 去不同的地方的時候都要留意多些 也都對於自己的行蹤、住址、個人的一些資料 都會更加謹慎去處理 不要披露了給一些不相關的人士知道 這些自己在心態以至日常行為上 少不免是需要有些調整 國安警開完記者會之後 我就看過銀行的狀況 香港的戶口已經被凍結了 我已經不可以移動裡頭的錢了 但是當然裡頭留下的錢又不多 影響不算很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很生氣的 為什麼你有什麼權去凍結我的資產呢 你是否懷疑我洗黑錢呢 你是否懷疑我的錢有什麼非法的來源呢 如果是的話你要提出證據 現在不是啊 他完全不需要說什麼證據 然後就說我可以凍結你的戶口 甚至乎沒收你的資產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變相就是用這些那麼骯髒的手段 去懲罰一些批評政府的異見人士 那是絕對荒謬絕倫的 就是其中兩位已經出席了記者會了 那Levin就 他因為去了海外工作 那所以沒辦法出席到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在英國的話 他都一定會來參與 那我覺得就是 無論是什麼的組織 或者可能你的政治信念會有所不同 但是我們很清楚 現在我們是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上面 就是對抗這個獨裁政府 對香港人權自由的打壓 以我所知其實這次Levin 可能他現在不在英國了 那看看接下來會不會聯同他 和可能阿文成大 大家可以持續一點的 這個我不會排除的可能性 我們現在都想不到是下一步去碟了 因為其實我跟回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就是講20年的時候 可能是搜完蘋果 我拘捕了我 你的影片都當作之後 那其實第二天就出了一個所謂Warrant 給我 那那是我的第一個路 所以其實我的觀察就是 其實他們通常都會有一系列的行動 那可能你選擇 明天又不知道會不會再拘捕 這個其實就是幾年前 就是在我被人正式通修之前兩個月發生的事 那那些就是例如被人伏擊過 那當然那時候我還沒有一些確實的證據 那其實在那個集擊之前 那兩個月已經是聽過一些消息 有100萬的暗花 那其實經過了這三四年 就是可能開頭的時候 我還沒有聽過大順 但是現在我想證實了是有這件事 有些香港的朋友就傳了一些 條件給我 例如在一些可能是廣東人的報告 那就是例如說 不如就是用出一些計 可能去壓他們 然後接觸他們 那其實是有看到這些訊息 那坦白說 但是看到這些訊息 除了小心點之外 其實都不能夠做太多事情 我也不會太過擔心 而放手放 反而是要覺得要做得更加多 始終我已經是在 就是不在香港的路上 我已經是享受所謂的相對的指引 那當然其實就不會想任何 就是曾經認識自己的人 或者是跟自己有關係的人 是會受到一些任何的傷害 我始終我覺得 一人做事一人當 其實我反而不想助長了那個白色恐怖 因為其實政府說 就是中共或者香港的政府 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其實這一刻我們不能夠猜測太多 那其實這一刻我們能夠做到多少 還有其實其中一件很擔心的 就是香港 在香港是香港人 慢慢斷絕了那個聯繫 我是不希望這件事會發生的